1990年命运跟尾奇龙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当时小虎对三人当中苏有鹏家境良好是一名学霸 陈志鹏酷似张国荣 而父母也开着全台湾知名的美容连锁店和唱片行 而陈志鹏也开着全台湾知名的美容连锁店和唱片行 只有吴奇龙的家中忽然之间负债累累 因为吴奇龙的爸爸做声音失败了 再加上赌博合计欠下了天文数字般的巨债 在吴奇龙走红之前啊 吴父还可以靠频繁的搬家来夺夺债 但是等他走红了以后呢 用他爸爸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儿子做了明星再跑到哪里都会被人找到 只能够乖乖的还钱了 这一年三岁的刘诗诗刚上幼儿园 13岁的玛雅叔再上中学 17岁的蔡绍芬为了替老妈还赌债 正在酝酿着参加香港小姐的选美大赛 15岁的徐若萱在华氏举办的才艺美少女选拔当中 喜提冠军 她把奖品换了2万多的新台币 高高兴兴的回家交给了妈妈 不久之后命运也会高高兴兴的将她交给吴奇龙 差不多的同时 飞碟唱片公司为了填补小虎队解散之后的市场空白 挖来吴奇龙的老同事徐若萱 让她和吴佩宇黄思涵组成的新的偶像团体少女队 而此时徐若萱16、7岁 情窦初开 到了新的这个公司 人生地不熟 然后吴奇龙作为新任的老同事 自然就免不了徐寒问暖了 照顾那么一番 时间一长 俩人都怦然心动了 恰好有一天 徐若萱到吴奇龙家里面做客 吴奇龙为她拿了一杯 加了很多冰的水 由于喉咙太干了 徐若萱一口气喝光了 然而冰水过急 然后就到她嘴巴里 蛀咙疼了起来 话都说不出来了 然后吴奇龙为了让她嘴里的冰块 快点融化 于是给她一个永远都忘不了的热吻 史称融冰吻 这一吻天旋递转 16岁的徐若萱和21岁的吴奇龙恋爱了 这是徐若萱的初恋 两人虽然是相差5岁 但是都在演艺圈发展 工作相近 志趣相投 非常美好 童年的刘诗师和玛雅书呢 依然在各自的命运里边 按部就班 倒是18岁的蔡少芬 变化很大 她获得了香港小姐的继军 成功的得到了女星祖鸡手 刘鸾雄的青睐 不久 蔡少菲18岁生日 刘鸾雄豪志百万 在历经酒店 延开了50席 为其大摆生日业 以此来宣示自己的主权 刘鸾雄啊 还为蔡母还债 蔡母是越赌越烈 搞得这个女儿苦不堪言 恨不得一死了之 而这一年 北京女孩刘诗师六岁了 家人呢 计划让她跟评书大师 袁阔诚学评书 但是袁阔诚说啊 女孩说评书不适合 建议她学舞蹈 于是呢 刘诗师就开始学芭蕾舞 然而这一年 20岁的蔡少芬 不知道抱上了哪一根大腿 首次担任女主角 与29岁的温兆伦等等 主演了古装剧 《魔刀侠行》 到了1994年 19岁的徐若轩 也开始进军到影视圈了 和林志颖 《是小龙》 《好少文》等等 连妹主演了喜剧电影 《笑领小子》 有名《旋风小子》 此外啊 她还出演了电影 《终极烈杀》和《天使心》 前者啊 是她首部有裸露系的电影 后者呢 则完全是一部情色电影 同年24岁的吴启龙 在香港梁柱剧组 见到了20岁的杨采妮 此时这个杨采妮啊 和《四小天王》当中的另一位 也就是京城谷 绯闻传的《满天飞》 而吴启龙的到来 将两人的绯闻 变成了三人的绯闻 但是由于公司不赞成 所以吴启龙和杨采妮 始终都没有公开谈论过恋情 不过梁柱的导演徐克 后来翻出了旧账 说 哇 就感觉他俩当时好像在恋爱 反正呢 我在现场所见 他们俩真的有很亲密的词唱 对于我来说的话 他们两个恋爱挺好的 因为饰演梁柱嘛 1995年 20岁的旭尔轩 转赴日本 进军日本歌坛 不但登上了日本杂志 Young Jin封面 而且呢 还出版了写真集 天使心 然而这一本的写真集啊 怎么说呢 裸露的身体 撩摸的动作 暧昧的眼神 哎呦 此前比徐月轩大两岁的 日本女星 公泽李慧 曾经推出过全裸的写真 Santa Fe 畅销是155万册 由此达到了人气的巅峰 而徐月轩拍大尺度的天使心 貌似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好在呀 最后她也得偿所愿 因此呢 走红东南亚 被称为台湾岛来的公泽李慧 红泽红野 但是在台湾岛内啊 争议非常之大 算是彻底的赌上了 她和吴奇隆的复合之路 1997年 吴奇隆应征入伍 小虎队再度解散 随后 杨彩妮和邱少志 携手从商 宣布退出娱乐圈 谁能想到呀 此前杨 吴 金 暗流涌动的三角链 最后画上的不是句号 也不是感叹号 而是另一个惊叹的 惊讶的大问号 同年 坊间传说啊 蔡少芬获得了香港富豪 刘兰雄 转赠的两个黄埔花园的物业 后者呢 还累计为蔡母偿还了赌债 高达是上亿港元 这个时候的蔡少芬 24岁 美貌惊人 距离她投入到吴奇隆的怀抱 只剩下两年了 1998年9月份 吴奇隆因为习惯性的脱旧 然后提前退役了 三个月之后 吴奇隆和旧爱徐若轩 重逢搭档 主演到的是张国立指导的 爱情喜剧 好孩子 又名流氓学生 但是要没有重新插出火花 1999年 29岁的吴奇隆和26岁的蔡少芬 在爱情电影还我情心当中 相遇了 两个人 一个呢是替父还债 一个是替母还债 不由的同病相连 心心相惜 两个都缺乏安全感的人 彼此未继 水乳交融 终于走到了一起 到了2000年的时候 蔡少芬的妈妈 赌债是越欠越多 哎呀 老也还不完 蔡少芬眼看自己的幸福啊 就要被妈妈在赌桌上面给输掉了 随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公开宣布和母亲断结关系 同时啊 还感谢了一把 照顾自己多年的刘祖基手 同年 蔡少芬和 萱萱 陈慧珊 郭可颖等 霍峰到的是TVB四大花旦 眼看啊 就要苦尽甘来了 2001年 31岁的吴奇龙 在大陆拍电视剧 《萧十一郎》的时候 终于 继女友蔡少芬清零母债之后 也彻底的还清了 长达12年的负债 无债一身轻的吴奇龙啊 还演唱了主题曲 转弯 易改往日的忧郁冷酷 在剧主跟饰演 风四娘的24岁的回族姑娘 玛雅叔主动的握手 打了个招呼 诶 这一握 诶 就还真的转弯 在剧主的时候啊 两个人是交往密切 以至于和蔡少芬是好友的朱音 虽然在剧中饰演 是和吴奇龙相爱的沈碧君 但现实中啊 却与他一度不和 后来吴奇龙到北京开店了 玛雅叔啊 就坐东到主 主动的带着吴奇龙 到处看地方 然后还给他提建议 于是两个人有意的小船 慢慢的就驶进了爱的港湾 2002年春节 32岁的吴奇龙 向公司请假 飞往云南探望 25岁的玛雅叔 29岁的蔡少芬 接受到媒体采访的时候 则说 今年的年三十二晚 以及情人节都有工作 没有和男友一起度过 不久之后啊 他更是坦诚说 已经和吴奇龙和平分手了 这年的6月份 吴奇龙和玛雅叔 再次合作拍摄电视剧 《少年王》 这个又叫做冒险王威斯利 期间呢 意外的重伤了 然后玛雅叔得知 妆也没有谢 就直接从片场 跑到了医院 这个时候的玛雅叔啊 还比较的单纯 路上呢 他就想啊 要是他瘫痪了 以后我该怎么办呀 我可要多做点戏 然后多挣点钱啊 给他治病啊 好好地照顾他 他就是一辈子躺着 我也陪着他一辈子 这一年15岁的刘诗诗 结束了5年的中专学习之后 考到北京舞蹈学院 芭蕾舞系 梦想呢 以后做一名芭蕾舞老师的他 距离和吴奇龙相识 还需要整整10年的时间 幸运的是 吴奇龙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2013年还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 玛雅叔在吴奇龙住院的时候 表现得非常好 于是俩人啊 更进一步了 2004年一起出席上海电视节的时候 主动公开了恋情 并且直接畅想到了未来的孩子 这一年10月 17岁的刘诗诗正在读《大三》 原本只是去看热闹的他 意外被电视剧《风影乐》和剧组给选中了 由此呢 接拍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部影视作品 当时他还叫做刘诗诗 后面那个诗是布诗的诗 导演呢 凭江索金说不好记 特意为他取了一个一名叫做刘诗诗 把第三个字改成了诗剧的诗 光阴荏染 吴奇隆和玛雅书的恋情一路丝滑畅顺 很快的就溜到了2006年 12月 昆明市民政局人不多 29岁的玛雅书就带着 二三十六岁的吴奇隆领证了 没有婚礼 没有蜜月 但是他手上带着吴奇隆送的 价值六七百万的大钻戒 一年多以后 因为老妈戒毒 而与其重归于好的蔡少芬 在35岁的这一年 与他小一岁的演员张静在香港静信会神学院大礼堂举行了婚礼 2008年的8月份 38岁的吴奇隆在为新戏千牛花开的日子回台湾 然后做宣传的时候和戏中饰演情侣的杨锦华传出了绯闻 被派到同父乾贵KTV彻夜狂欢 但是俩人都否认了 此后视频会上 吴奇隆竟然对媒体自爆防事 说和老婆玛雅书结婚两年 同睡还不到五次 哎呦 一言即出 舆论大话 媒体和出发群众都非常的好奇 说一对夫妻男的三二八 女的三二一 正是年富力强 如狼似虎的年纪 两年不到五次 这是什么情况呢 不久之后啊 网传玛雅书在大飞机上啊 认识了一家游戏开发公司的老外CEO 名字叫做詹姆斯·罗伯特海耶斯 年龄不详 是个美国和意大利的混血儿 2009年的夏天 媒体拍到了正在横店拍摄悲情大戏 谁知女人心的玛雅书 与一个外国男子同住一间酒店的客房 三天三夜都没有出过门 期间那连吃饭都是助理送上门的 玛雅书出轨的传闻引爆网络 随后其经纪人阮某称 他和吴奇龙在去年初的时候就协议离婚了 但是还没有去云南办手续 只是今天呢有拍照出来 所以我就必须得回应 我一直都希望他们能够复合 但是看现在的状况应该不行了吧 吴奇龙的前经纪人苗秀丽 则愤愤不平的说 吴奇龙认识玛雅书之后啊 每年都是到云南跟玛雅书家人过年的 只有2007年年底的时候 吴奇龙一个人回台湾过年 这就很奇怪了 更奇怪的是 两人既然亲自离婚一年多 为何不回云南办手续呢 到底问题在哪里 难道想持续炒作吗 还有说 他是个傻小子 老是上女人的当 哪一次谈感情不是受伤惨重啊 舆论压力之下 2009年的8月份 39岁的吴奇龙和32岁的玛雅书 终于再次的来到了昆明市的民政局 将结婚证换成了离婚证 对于这段婚姻呢 玛雅书一会儿暗示和吴奇龙经纪人 人月有关 然后认为人月和吴奇龙太亲近了 关系不正常 但是人月和吴奇龙均否认了 此后呢 玛雅书又暗讽吴奇龙不行 与之前的话是自相矛盾 花风十分的惊奇啊 吴奇龙则在网上通告称 感情是缘分不是工具 缘分尽了就该放手 2010年的春节 分隔13年的小虎队 在央视春晚重聚了 连美演唱了他们经典的 爱蝴蝶飞呀 青苹果乐园等等的歌曲 成功的唤起了几代人的回忆 同年6月 吴奇龙33岁的前妻玛雅书 带着他飞机上认识的 外国男人罗伯特 三进昆明市的名证据 领了两本结婚证 2011年 38岁的蔡兆芬 因为甄嬛传成为了娘娘 41岁的吴奇龙 因为步步惊心成为了四爷 在穿越轻工具 步步惊心里边 四爷和若曦爱得缠绵翡策 殊不知啊 在现实当中 吴奇龙也要把刘诗诗 一举纳入到后宫 2013年 26岁的刘诗诗 被评为了内地新四小花旦 同年11月 43岁的吴奇龙 戏里爱到戏外 对媒体公开的两人之间 相差17岁的恋情 2014年 39岁的徐若轩 与新加坡马可波罗海业集团的主席 李云峰 在新加坡登记结婚了 同时 吴奇龙与刘诗诗二度合作的 步步惊情也迎来了首播 2015年 45岁的吴奇龙 在北京西城区婚姻登记处 与28岁的刘诗诗结为夫妻了 这是吴奇龙娶的第二个回族女孩 2016年的3月 46岁的吴奇龙和29岁的刘诗诗 在巴厘岛举行盛大的婚礼 吴奇龙安排了5架飞机空运鲜花 还给刘诗诗诗送了一颗价值1200万的 更大的钻截 如今 50岁的吴奇龙 星光依然璀璨 但不但坐拥到刘诗诗这样的后宫家人 还后继友人 于是去年和若曦 淡下了龙子一枚 谢谢大家